牛下女车臣 令用铜牌换亲切感 在轮澳单车场地赛 为香港赢得女子凯琳赛铜牌 天性乐观的牛下女车臣 肯定开心 会因为自己是屋邨 而有什么不好 搬上新楼的Sarah 现在一间五口 都有自己的房 但反而觉得迫在200呎的牛下村 更加亲切 屋邨长大或者家庭比较窮 我会更加知道 勤力之后 我得到的东西我就会更加珍惜 勤力就会有一个动力 赢到75万赞金 单纯的Sarah竟然说 想将她和铜牌换回趁切感 她很开心 拿照片当晚 整家人都有看直播 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好 例如拿金匹月金牌 越大就越觉得 不仅是追求的东西 不是名利 不是钱 是你在中间获得的满足感 不过屋邨出身 当然不会乱拼钱 她会把奖金存起来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运动员 未必真的可以赚到钱 但是钱是否对于所有的人都很重要 尤其是年轻人 是否应该去达成自己的理想 可能很多人都会 你没钱就不行 但是有时候 你熬过了这么艰难的日子 他就会知道苦俊金王 同样是屋邨长大 同样是熟透 李慧斯的成功 令到大约24年的家厂都很佩服 特别单车 他也算是一个年轻人 都是24岁 但我感受到他自己的目标 很清晰 是一个非常有兜子的人 2